和別人組隊玩遊戲 什麼最讓你感到刺激有趣呢? 那當然 這輸掉早戰犯時候啊 彼此推卸責任 然後 罵著罵著 產生的默契 大家一起把錯 通通歸在某個倒霉鬼身上 基本上 有兩大要素決定誰是戰犯 一呀 實際上的錯誤 啊靠 從這麼前面幹嘛 急著投胎送死喔 怎麼場中 有段時間你都沒動 逛看A片齁 不是到底會不會救啊 阿嬤都知道 要先復活落盾 看誰 好欺負 在團隊活動中 總是有些 被孤立的人 讓他跟其他小圈圈 一起行動時 只要有什麼事 不順利 馬上就會被母女審判 安上 莫須有的罪領 本人在當兵時 就背過一次黑鍋 有一次收嫁回來 被連長找過去 說是要罰刑 為什麼 總是要有個理由啊 因為牌組裡 有個阿兵哥回音時 被衛兵抓到 頭髮太長 啊靠 關本人批事啊 阿兵哥放假是耍白目 班長 是管得到喔 然後 員長講了一句話 本人終身難忘 不罰你 那就罰你學長 拜平就是威脅嘛 今天 若是不被這個鍋 學長被罰不爽 以後 絕對天天來找麻煩 只好 乖乖被罰請了 有些人會講說 現在當兵又不累 有什麼好抱怨 阿他怎麼不去當兵看 軍中多少 讓人痛血的鳥事 想反抗 都無能為力 所以每次 發生罪機出軌 這些重大的交通事故 官方 都會把錯 推到駕駛員村上 阿就看他最好欺負阿 公司都不用賠錢 最好阿 好 現在就來分析一下 有個人做見犯科 請問 到底是誰的錯 1 社會的錯 2 犯罪者的錯 如果是前者 我靠 不得了 這等於是在指控政府 說資安 爛的爆 民不聊生 逼得百姓 只能挺而走險 做壞事 阿不行不行 這責任太沉重 扛不起 貴賊給好責勒 個人罪業 個人單阿 跟你講阿 後人沒單阿 做壞事的人 都是超級沒擔當 無敵理由博 千錯萬錯 絕對不是 他自己的錯 因此 上下交相責後 得到一個答案 電玩錯 靠 關電玩屁事喔 但沒辦法 人家就是看遊戲好欺負 硬要推給他 黑鍋文化 真的是非常邪惡的東西 那除了讓無辜的人 承擔罪名 更恐怖的是 放真凶 逍遙法外 各位朋友 也許 你沒當過兵 但你 一定背過一個黑鍋 你心 是年輕人自己不努力 ㄟ 感覺是大俠平 有些人 年輕五百萬 你贏22K 比明是剛日社會 有人 可以去顧我 八大企業上班 你算是在 港幣保持班 沒有不精氣 只有 不爭氣 是不是 很悶 很無力 被罵 還不能還嘴 這 就是黑鍋 但時間 終究會這麼明確 年輕人都長大了 他們在社會上紮根 成為了國家的棟梁 然後 早智話發生了 這東西是怎樣 現象級的ㄟ 也就是說 很多人都有 養不起 妻兒的鼓措 政府 再也不能說 這是個案 隨便嗆一句 少子話 是年輕人不努力 就沒事 新生而不夠 國家會垮掉ㄟ 當初政府 不願意面對經濟問題 把錯 推到年輕人頭上 現在好了 事情變得這麼嚴重 才在那邊火燒眉毛 救救救 同樣的 把社會事件的起因 都歸咎給電玩 真的是大家都喜聞樂見 反正 沒人會被傷害啊 但其實 問題 並沒有被解決 等過個幾十年 大家就發現到 怎麼遊戲 都和諧到 沒有打鬥 沒有嗆之 沒有旅行 世界 還是充滿 暴力與社群 所以兩者之間 根本無關 誰還玩家一個公道 都有 公關 是 沒有 神 被解決 乾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